大家好 我是凱隽君 歡迎收看戰場分析比賽篇 這是第一集 不知道第一天的比賽大家看了嗎? T1打G2我原本是不太期待的 沒想到兩隊居然可以把B23打好打滿 今天要聊的就是 T1打G2的第二場 極地韓港 T1的進攻方 12局打了12次A點 贏了11局 直接把G2的自選圖防守給打爆了 等等將會用上帝視角來跟各位解說 為什麼T1可以這樣一直打A 可以大致說一下他們的進攻思路跟套路 T1的陣容並沒有傳統一突決鬥者 解體或瑞姿 反倒是雙守衛 聖騎加前波 其實看到這個陣容就可以想像 他們的對局會長什麼樣子了 蕾娜加前波加聖騎 這就是一個要慢慢推進 一個點一個點輕 然後有人就對槍 沒人就繼續走 最後到靈界值用蕾娜閃光 配蘇法偵察劍進點的內容 小槍局不知道是讀到了G2想要放點 還是因為G2本身陣容沒有決鬥者 所以T1判定對手不太會前推 大膽乾摸 剛好讓他們讀到對手放點 直接打閃光無損進點 其實前兩局都還好 他們的進攻核心我認為是前波的大局 他們拿下前兩分之後 第三局就起了大局 每一把就是先跳到二樓去架槍 幫助隊友看好一個槍線 讓底下的隊友可以安全乾摸 就算這把先倒了一個微負 但T1還堅持要打A點 慢下來 然後也是一個點一個點推進去 最後又靠著這個 堪比蕾娜一樣的瘋狗盛起打下了點後 你們以為沙啞玩的盛起嗎? 不 他玩的是一個可以幫隊友補血的蕾娜 各位如果有看比賽應該可以發現 T1就算是開局先倒了不管是蕾娜或微負 他們都不會選擇轉點打B或碰中路之類的 他們反而會架住 然後等一些時間差 讓敵人想要去補防中路或迴避的時候 他們再偷摸進去 等對方想拿一下A點情報 看看還有沒有敵人時 就會被T1的狙擊或者蕾娜的暴徒架住 這個打法我覺得挺有趣的 其實如果對面中路有道具配上B大有前推都控好地盤的話 敵人是有可能都不動的 畢竟T1也沒有幾局會分隊友去控中路或B大 大家可以注意到 T1的蘇布寶是不會適合我們常規射的那種前點劍 他都有一些Line-Up可以彈到裡面一點 外面這一塊他們都會用人去慢慢清掉 這是我認為很有趣的一點 他們的進攻很常用無人機開頭而不是射箭 都是無人機排完進點 最後貼著對手的毒牆用閃光配偵察的箭衝進去 這看似簡單的進攻手段 就讓G2防守把把施力 我認為G2的槍也不軟 但為什麼會輸呢? 其實是因為極地寒崗的A點 防守方本身就不好佔人 除非你控前點或者放點打回防 不然只要對手技能不miss 你點內是踩不住的 我們把地圖拉出來看 當你想蹲這個角落 你就會被獨家冰球直接G 因為沒有解體或者歐盟這類有位移的角色 所以這個角落佔不了人 你要站二樓或者這個繩索下 想要幫忙打補槍之類的 你就會被對手的偵察鍵搭配斜面凝視給割開 然後繩索下的會先被夾死 二樓上的再陸續被夾 冰牆會看 如果有把左半邊清完就可以卡這條 如果沒有就會直接把點頭卡開 然後直接下包 想要站在這個看板上面 又會被毒牆擋住 出來只要對手有防你也是劣勢對槍 如果想用凱之後全面封手打回防 對方又可以下二樓開放包然後退手 這是我認為這張圖蠻白癡的地方 難怪很多人都說這張圖是破圖 這個A點內站不住人的問題 也不是現在才有的 其實以前的比賽內容就很常出現A點放手的畫面 期待後續有隊伍可以讓我學習這張地圖的A點 有沒有什麼教科書式的防守內容 可以制裁T1這種不講道理的對槍戰術 G2並不是乖乖給人家打 他們也試了很多不同防守戰術 有三人前推中路道背 甚至有四個人推過 結果被接了三隻 他們也有防守四人前推過 結果也是被接了三個 最後我覺得G2也是被打擊了 直接四個人架在點內跟對手拼槍了 他們應該也有發現 對手都是到靈界值才會打控制技能 我的意思是只閃光那類的 其實無人機或偵察箭是不會影響到對槍的 只要有隊友幫忙打就可以了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四個人架槍的畫面 雖然換到最後因為對方有聖騎的大招 所以人頭換輸了 但我想講的只是G2並不是沒有在換防守戰衛的 只是T1的這個陣容 把對手帶入到自己的節奏了 就是跟他們拼槍 他們蕾娜可以補血無敵 聖騎大招可以救人也可以回血 潛伯爾可以射一槍TP走 這陣容就是最不怕跟對手對槍了 他們也完美的發揮了這套陣容的強勢之處 不過我認為這套陣容的背後是相對較弱的 這場進攻能一直贏其實也是靠著T1隊員的多次爆發 我認為G2並不是輸在戰術 因為他們也有發現對手幾乎沒有邊線 甚至屁股就一個潛伯爾的陷阱 所以有用微負的毒球去擋 甚至是等他陷阱掉了 趕快抓時間插摸進來 只是出現了沒有人看二樓 被對方蘇法接三隻 以及被對方殘局一打二秀了一波的問題 這些都是我認為蠻傷的點 其實如果陣容裡面有截提瑞姿或者潛伯爾這種角色 也是可以去前點吃一下對方豆腐的 因為T1在前點其實不會繳太多技能 都偏肝摸比較多 不過這也是要看隊伍的陣容戰術搭配了 不過雖然T1最後輸了這個BO 但我還是很支持太平洋賽區的隊伍的 所以期待後續比賽內容 T1可以改善掉一些小食物 讓隊伍可以走到更後面 那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這類型的比賽影片呢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